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宋鸡 现在我在新疆干果批发市场 一直说卖就要卖最好的 但有的朋友说嘛 你一直说这个是最好的 但你没有其他产品拿出来对比的话 别人也不知道啊 其实这个事情我以前也干过 但是被别人找麻烦了 还找上门了 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 少说有几千人在这边工作上班 包括卖货的主播啊 最少我知道的都有十个八个 旁边还有一大牌工作室 都是做直播卖货的 刚过来我还是愣头亲嘛 啥都不知道 然后去其他主播那里 拿了一些他们的样品啊 拍视频做了一些对比 我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 太高的实用价值嘛 他们有的是做特价款啦 也就是质量比较差的 或者说去年的一些成货 跟今年的货价格悬殊都很大的 有的是9块9啦 19块9 29块9 都有卖 他们会根据价格来定他的量 他会一件一件的卖 可能是500克 如果便宜的话就卖到250克 再便宜的话就卖到80克 这样子卖 这个市场真的没多大 而且网上的信息呢 都是公开透明的 把视频一发出去 人家就早上门了 就当着我的面嘛 直播到那里讲 都是一样的货 哪有你的好 谁的谁家的不好 哪有这么说的 后来嘛他下播了 接到了我的仓库里面 走进去看了看了我的样品之后 也拿手去抓了几个吃了几个红香飞 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帮我打包的工人呢 他们是整个市场到处跑的 不止我们一个仓库 有很多个卖货的仓库跟取点 帮他们打包 但是这几位工人呢 去年他要走了 要回家了 带上的特产 都是从我这里拿的货 打包发货 这几年呢 团队也有 个人也有 找我签约卖货的人不少 但是我一直没有参加 里面挺大原因 就是我不太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 直播的时候听太多了 哎呀 别人家卖多少钱 我家卖多少钱 他们是奸商什么什么的 完全就不拿自己的质量当回事 我认为啊 卖货的出发点是站在消费者立场上面 东西贵一点可以 但是质量一定要跟得上 后面才会继续过来反购 看我的这些货 看这个size 巨无霸 这是若枪红枣 尺寸没得说 主要是它的果肉非常的厚 而且枣盒是很小的 这些是红枣 腰果 三肾肝 松枣 漂亮吧 几乎每一个的尺寸都跟手指头的指甲盖这么大 还有开心果 肉厚 无花果 肉很厚 比较软 比较热 里面没有虫 你使用来煲汤呀 生吃啊 都是ok的 也很方便 碧根果 和甜的玫瑰花 花香味特别浓郁 喜欢花香味的可以买一点 这是天山胎菊 每一朵都是人工采摘的 要在高海拔 去雨的雪山才能长出来 清干明目 有机坨奶粉 今年七八月份 我到新疆这边卖货 带了一瓶给我们妈 她喝了之后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啊 又叫我买了一两瓶 她本身就有糖尿病嘛 每天都要喝非常多的水 特别又喜欢运动 就出去打乒乓球啊 或者散步啊啥的 但喝了这个之后很奇怪哦 就不用喝那么多水 都不会觉得口渴 今年自驾游阿勒泰地区的时候呢 旁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骆驼 我还以为是野生的 隔个三五十公里呢 就会遇到一些人家 他是搭了一个帐篷 然后呢专门有人在那里 回收他们骆驼奶 就是用来收集 就是为了收集鸵奶 然后支撑鸵奶粉 还有其他的鸵奶产品的 这些骆驼基本上是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 平时就是放在沙漠各地 他吃一些沙漠上长的一些荆棘植物 所以他的微量元素啊 跟他的营养成分呢 都是比较高的 这个是从西串板那地区发过来的野生蜂蜜 因为当地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啊 跟全国甚至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都不一样 当地的蜂蜜 当地的小蜜蜂呢 一年十几都是可以吃到新鲜的蜂蜜的 而且啊 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 全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生物品种 在西串板那都可以找到 山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药材啊 花朵啊 可以给小蜜蜂提供养分 同时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那他两年的蜂蜜跟三年的蜂蜜有啥区别呢 这些都是小蜜蜂自己酿制人类没有办法干预的 它的分辨呢也是需要一定的经验 还有呢通过味道呀 还有它的细腻程度啊就可以分辨的出来 两年的蜜它吃起来花香味就会比较浓郁一些 口感的比较深色没有那么的细腻 三年的蜂蜜口感跟味道上面就会更上一层楼 就轻轻的放一点在舌头上面盘住 它都会有一种像冰淇淋在舌尖化开 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柔热非常的细腻 蜂蜜也卖了几年了 反正两年的蜂蜜跟三年的蜂蜜 价格也就差了一百来块钱 买买过三年的蜂蜜的人 他回头基本上都不会买两年的蜂蜜 口感味道和它功能都要比两年的要好不少 最重要它是对肠道的调节 特别是肠胃不好的人呀 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 或者有痴疮的人群有非常好的疗效 两种蜂蜜都可以被点点在家里面 有时候喝了酒呀 或者有点散火啊 牙齿肿痛啊 这些都可以喝 刚刚说的那根本 今天也没有直播了 冒死拍视频 这个是从其他直播间拿过来的货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别人的 都是绿香肺 没有对比就没有单态 我先拿一下别人的 这是别人的 这是我家现在卖的 无论是色泽也好 果形也好 还有它的干度也好 两者都有很大的区别 同样是绿香飞葡萄干 拧一下尺寸 三厘米 非常的均衡 几乎每个都超过了三厘米 这只是外观方面的区别 味道上面更是天差地别 用手一抓 我就知道哪个好吃 因为今年的年份比较特殊嘛 所产的葡萄干 其实都不太大 好多人呢就会把去年的一些成货 拿来冒充今年的货 本来去年都没有卖出去的葡萄干 它各方面品相成色本来就不太好 用拿到今年的来卖就更差了 摸起来手感是非常的僵硬啊 没有一点果实应该有的弹性 看起来颜色也会发暗很多 口感上面更是天差地别 像我们的这个呢 它摸起来是比较柔韧的 比较软和的 又香又甜 好东西吃了就是让人心情愉悦 别人那里拿过来的红枣 这个是我自己卖的 两者只要稍微放在一起 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稍微量一下尺寸 这个是二点 这个是二点五 我这个是到了三点五 光尺寸就差了一公分 一公分听起来是差距不太大 实际上肉眼看的话很容易看出区别 区别相当大 而且是每一个的差距都很大 还有就是像这些枣 它应该是水分的原因 不太干干了的话 它就没有那么大了 摸起来都是很软的 所以我们去验货的时候 经常都是要看 要用手去触碰去挤压 才能感受得到 才能感受到这个干果的质量如何 像这些枣子 我是不会拿来卖的 我们自己卖的是这种 也是现在能买到的市场上最好的枣王 里面满满的全是肉 非常厚的肉 而且它的壳是非常小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用来煮汤啊生翅啊都相当好 相反的像 相反的像这些便宜的枣子 它的盒呢跟我的也是差不多大 肉就 肉就比较 肉就少的可怜了 几乎就是一层皮子而已 还有很高的水分在里面 轻轻一挤 它甚至把它把我的手给黏上了 看一个我们自己卖的核桃啊 非常薄 跟纸皮一样 轻轻用力它就碎掉了 把它取出来一点都不会觉得费劲 肉也很丰满 再来一个 几乎已经把它的壳给顶出来了 要盖上都不容易 已经是顶到壳上面了 这些全是肉 这是我这两年找到过最好的松枕 我说跟我的指甲该这么大 好多人都不信我 看是不是跟指甲一样这么大 是不是跟手指头的指甲一样大 没有挑选过的 只是随便抓了一把而已 每个都这么大 就已经这么大的果壳了 它里面的肉几乎是要把壳给撑满 每颗的果肉都非常丰满 相当好又油润 我女儿我老妈都挺爱吃的 所有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等下午我会挑出来 今年最好的农场饼选给大家 卖的几十种商品当中 这几种是我最满意的 西藏百娜的蜂蜜 阿勒泰地区产的鸵奶粉 和田的玫瑰花 天山的胎橘 若羌的红枣 哈密的红香菲跟绿香菲 木蕾的鹰嘴豆 超级大的松子 阿克苏的纸皮核桃 还有呢 喀什的无花果 需要买新疆干果的 现在可以找我下单了 还有货 好了先这样了 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 拜拜 太爽了吧 挺凉快的 哈哈哈哈